为啥要彩礼呢 我就是那个焦先生没花一份钱 就娶回山沟里的北漂姑娘 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跟焦先生在他甘肃老家婚后的那个场景 不知道自己是开心还是难过 在北京我身边已婚的北漂姐妹们 他们结婚时最少都是6万彩礼 有的嫁给了北京有房的本地人 彩礼就根据南方家条件图个吉利的数字 有的是1万6万 还有的是8万和9万 而在我们山东老家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南方家出房和装修 女方家出家具彩电或者是随辆车 我跟焦先生是01年在北京国展那边认识的 那会儿他还在部队当兵 当时他23岁我22岁 或许是上天的安排吧 他对我一见钟情 军练四年 准备结婚时 我爸妈还是嫌他家穷 在甘肃山沟里连个自己住的平房都没有 我们山东那边结婚 南方必须要有房子有彩礼才行 而我结婚啥都没有 我爸说养了这么大的姑娘 就这么嫁给人家了 当时就觉得吧 只要他人品好 对我好 对我爸妈好 这就足够了 什么房子啊 彩礼啊 这些都不重要 我公婆都是山区教师 那会儿工资特别低 我总不能让他们四处借钱 给儿子结婚用吧 但没想到 婚后的第二天 我婆婆给了我1万块钱的红包 我爸妈又给了我1万块钱的红包 虽然这钱不多 但我知道 这对他们老人来说 就是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 我俩当时真的不好意思收这个钱 后来我婆婆跟我说 我们家条件不好 但我保证 武康一定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希望我们俩以后回到北京 好好奋斗 夫妻同心 把日子越过越好 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1万块钱 算不算是我结婚的彩礼呢 我想彩礼真正的意义 是父母对儿女的心意和扶持 其实对于相爱的人来说 彩礼真的不重要 女方要的只是男方的一个态度 当你用真心和行动告诉她 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论到任何时候 有你在 就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 我想那时 你不花一分钱 也能够把她取得家吧 找到最美的彩虹